大家好,我是TM Voice 队长王俊凯 也许是上天眷顾,让我们站在舞台中央 也许是前世缘分,让这么多人喜欢上了我们 也许是一路经历,让现在的我们变得模样 不管怎么说,你遇到每一个女人 是我们三生有幸 十年之约,是我们女人帮助粉丝的诺言 没有粉丝就没有现在的TM Voice 这句话真的不是开开玩笑 这是一个事实 谢谢你们,让未来不是梦 而我们要做的件事不让你们失望 让自己配得上你们的付出 努力过后实现我们的诺言 证明你们的选择是与众不同的 我要用我的能力 把我能在舞台上呈现的最好的 全都输出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我喜欢这个人这么久 是很值得的 大家好,我们是TM Voice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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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学习天天落 打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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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大家为什么喜欢你 就是因为向上 在不断努力 然后成为大家一个榜样 但这样不断的向最好努力 会不会过程觉得会被累 肯定累 有什么事你必须要强迫自己去克服的东西 我想 有吧 就是那种孤独你知道吗 就是做好一个事情 你必须一个人往前冲 没有人可以帮到你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我要练习唱歌要练习好 老师只能领进门 但修行要靠个人 所以我需要不断的练习 需要不断的进步 这是很孤独的一个过程 就是需要自己去努力的 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快乐 不要因为你爱我所以我快乐 有些事情我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非常地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因为我觉得水最柔软也最刚硬 最柔软的也是最强大的 圆绝细流浩瀚僵索 你全看我们如何想 他说你能给我个签名吗 他说不好意思我不太想签 然后他说凭什么不能签 他说是明信就不得了是吗 而且他是拿一张白纸给我 他说你白纸上签名 王爷人家给你抠下来 没错 印在什么地方 你说不清楚 他上面给你写个借条 王爷人今天欠我 欠我一百万 对不对我也不好说 哈喽我亲爱的粉丝们你们好 为我的18岁生日 你们准备了很多 我都知道 从初到至今 你们就一直陪伴着我 对我来说 你们就是最珍贵的生日礼物 真心感谢你们带给我的感动和爱 我一定会成为更好的王君凯 以回馈给大家的爱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喂 你在吗 是我 我有事跟你讲 你心里挂电话 听我我话讲完很短的 我身上只有看我 都全部用来打电话 电话停我够不到 别的小朋友都有人抱起来 不过我会踮着 我今天看见你 就别的小朋友回家了 没关系 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大家好我们是 听听声音 如果你现在正在玩手机 你先把手机放下 然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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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知道听声音 然后知道说 左手右手慢动作 是网红怎么的 但是其实从我出道之前 开始我就挺喜欢唱歌的 但到现在可能有时候 别人会觉得 人气盖过了我的歌声 每一个你们都是我最珍贵的回忆 是我最宝贵的粉丝 然后不能没有你们 这么多爱我的你们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 非常非常开心 然后希望以后走每一步路 都不负自己也不负你们吧 可能很多人都会说 王文凭什么要前途 你大概从十一岁开始 就不用担心了吧 他们会说 你性格这么好 这么大方 肯定有前途的 你看这个孩子 脑袋大 聪明 以后肯定有前途 但事实是 亿万美都在发生 或许真正属于你的未来 现在还是一片空白 今天累坏了吧 没事 有我陪着你 加油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希望你们的事实和喜欢 以后的日子 三个不同的命运走到了一起 我们会一起成长 会一起分斗 然后将来也会 在这个时代 留下我们的脑袋 我希望你多吃饭 长胖一点 不要那么细心 不要那么善解的 不要那么好 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吃饭 好好休息 期待那个属于你 我的相遇 但我最期待的是 那一天的日子 还想再复制一个我吗 再复制一个 没有人爱 没有家庭的我吗 他们欺负我 我就抱他们 我不愿意拉格 我将有些不停放的歌曲 我喜欢音乐 但我不万人一支 你 你 你骗我 既然你看我是黑暗 我就让你信念这个黑暗 对不起 我让你们嫌弃了 我将随于 随于 久仰大灵 你每一次都这么说 我是我的音乐 为国家殉情 或许 你也期待 内心的小声音 能够被听见 你是那个 某一刻会突然觉得自己很孤单的人吗 你是那个 日常碎碎念不要熬夜 却又忍不住总是晚睡的人吗 你是那个 有勇气的人吗 你是那个 偶尔会觉得无聊的人吗 你是那个 会常常躲起来许愿的人吗 七号 班晓松 七号 梧桐 一号 鸣 小二 九号 三二 五号 鸣鸣 八号 鲁淘 otros 800 Hoe 小熊鬼 小熊鬼 你都在身边 牵着手 肩并肩 笑得都很甜 除了有必要的 这是珍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